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嘿,听说了吗? 新疆的闪亮明珠,迪丽热巴 一路从草根走向了璀璨星空 但她的故事远不止这些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新人到 飞升影视圈的女神 她的成长轨迹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现在让我们来慢慢剖析 迪丽热巴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绽放光彩的 1992年这位美丽的姑娘在乌鲁木齐出生 长大后她选择了向往的舞台艺术之路 辗转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在那里,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像是在为未来的剧场练兵 磨练着自己的演技 为的就是走得更远,站得更稳 2013年,这个名字还不为人知的新星在阿纳尔罕中出世提升 让观众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不过,迪丽热巴不满足于只是初出茅庐 她凭借着坚韧的精神和勤勉的工作,继续在荧幕上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角色 从奇幻剧《逆光之恋》到都市爱情剧,她不断突破自我 没多久,2015年,这位女孩用《克拉恋人》中的优异表现 凭空抓住了大众的目光 那一年,她拿下了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 这个奖项宛如在娱乐圈打上了她的印记 她不仅仅是一个有潜力的新人 还是一个在众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演员 随后,她又在2016年通过《麻辣变形迹》和漂亮的李慧珍 继续积攒人气,甚至凭借电影《傲娇》与偏见 摘得了中英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她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每一次的尝试和努力汇聚成的结果 时间来到2017年 迪丽热巴再一次通过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表现得到大家的认可 她所塑造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努力也为她赢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2018年 当她在精英电视艺术节备授予精英女神时 她的明星光环无疑是闪耀的 同时获得中国电视精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和最剧《人气女演员》两项大奖 这样的殊荣 不仅证明了她的演技 也标志着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到了2020年级之后的几年 迪丽热巴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 在《三生三世枕》上书 《长歌行》以及《与君出相识》 《恰似顾人归》等多部作品中 她以多变的角色呈现 每一次都给观众带来惊喜 继而在2023年 她又有新的剧集《公诉》和《安乐传》相继播出 每一个作品都是她才华和勤奋的见证 她的故事比这还要丰富多彩 迪丽热巴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 在不断地上升和发光 与此同时 她也在告诉所有人 无论从哪里出发 只要有梦想和不懈的奋斗 终能放射出自己的光芒 朋友们 当我们在美迪丽热巴的美貌和才华的时候 不要忘了她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 她不仅是我们的偶像 更是我们向上攀登的动力 让我们继续支持她 期待她在未来带给我们 更加精彩分层的表演 迪丽热巴 这个响亮的名字 定会在娱乐界乃至我们心中 熠熠生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